领展也有些消息 Traro 有人问 823 因为公布了业绩 最近有些收购 他说他80元有货 他说出了业绩好像挺好 值不值得再加住 如果他想长线投资 应该怎么部署好 80元有货 现在就70元 因为已经升了上来 我不要用64元那些低位 可能都停了一段时间 停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衝上来我就不建议你夹复再购 就是之前高追了的 先坐着 我觉得领展这些股票 就不用说因为那个势强 然后就追它 就是常常看股息率 现在823个股息率 你说高4.3又不是太高 低又不是低的 但是这些位置 如果你打算中长线投资 经常都说的 收息股 当然是趁它便宜的时候 剩下的时候才买 可能经过一段时间 因为近段时间业绩很多 还有很多拼购 令到股价就上去了 但是可能过完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消息没完又会回来 所以我也建议 你80元的口货就先坐着 但如果你真的想加注性 等回到70元以下才再想 就讲完了 再继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